此理由委帖和社會協助担任機構 都會議員共同為台南市第一座公社民營的 這個特應中心來進行到街坊 這件來設置在這個公務或當中心的特應中心 是委託到台南英雄科技大學來經營管理 無限可以收到32名未末到2歲的這個孩子 此理由委帖是表示說 今年主席8月有橫行四台南市的公共 投幼的補助金額中條款變成每1個月5,500塊 這將待後來減輕到家庭的負擔 那我委託我們台南英雄大學 我們各位老師大家的幫忙 他可以收拖32位孩子 2個月以上2歲以下的 這個地方我們除了非常感謝南英大之外 我們也要拜託這個地方防疫要做好 因為最近疫情一直高漲 台南市雖然是六都裡面最少的 這個確診數最少 但是爸爸媽媽對於孩子 都是心頭肉還是特別特別的 這個在意的挑釁 他負責經營管理特應中心的台南英雄科技 台下表示說 尊重感謝市府給他們這種機會 也希望特應中心的企業可以 援出照比家庭的特應的訴求 台南英雄科技大學 我們有十幾位優秀的師資 跟三百多位同學 我們願意做我們市政府最強力的貨盾 未來我們市政府在推測更多的公設 民營擴運中心的時候 我們願意全力來支持 這位台南收集的公設民營 投影中心營 因為說疫情關係 市場上人是沒辦法來進來做參觀 但是台北社會教所提供的商品 可以看到這個環境和設備 人是最多的舒適 南天新聞台下台南采方報的 出營